出來發表證件 為何要像哥尼亞 好像胡椒球要戴口罩 因為她脫下口罩 隨時公有無 今天不是吹水 真的有女兒 旁邊那個 雖然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見到大廚頂香港 家有又沒有 戴著口罩又有點不方便 但是看她的身形 骨骼 骨骼 都應該是女兒 旁邊那個 是女兒還是兒子 看她戴日標 那個叫做 第一個迷你 我們叫做什麼阿四 我真是認識 Vsat Vsat 其實我是第一個進入香港的面具 不是第一個 真的很早 112年我們最喜歡戴著Vsat 外出 那時候就是看完電影 但是那時候 很難適合面形的 我們的Vsat面具 我不知道現在的面具是怎樣的 一後至此之後 我就用真面目見人 他們倆因為有些工作的關係 當然就是保持神秘感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坐在我們最開邊 就是我的右邊 螢光幕你們看的左邊 我叫阿鬼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 《比利晚報》的直播 應該都知道 知道阿鬼這個人 肯定是一個高大的英俊 我可以跟大家聊天 你笑什麼 哥倫 他有很多女粉絲 OK 是啊 雖然他現在不太方便 露個樣子 但其實他有阿正的六七成 有我一成左右 如果說漂亮 我也可以跟大家說 雖然我旁邊的那個 我也有用過給大家聽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見過 你爐生真面目 那麼我們跟鬼仔完全沒有任何機器 你都不太方便 嗨 是啊 自己也不是對真名來的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都沒有所謂 是啊 自己也不是對真名來的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都沒有所謂 害怕什麼啊 大哥 就是學人來說 行得正 站得正 你害怕什麼 是不是 別人都不會搞你 你搞人 退別人 別人就搞你 就很簡單 就是瘋子 是啊 自己也不是對真名來的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都沒有所謂 是啊 自己也不是對真名來的 這些人都沒有本事 我去找真名見人 都沒有所謂 我去找真名了 我去找真名言 真名被虛擬